1月6日星期三 华尔街主要指数开盘走低 随着佐治亚州参议员席位决选结果渐渐出炉 民主党获得参议员控制权的可能性 引发了投资者对于政府加强对科技类大公司监管审查的担忧 正是这些巨头带领华尔街从去年新冠疫情造成的崩溃中走向复苏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盘时下跌28.8点至30362.78点 跌幅0.09% 标普500指数跌14.7点 0.39%至3712.2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52.8点 1.19%至12666.15点